我从春天走来 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说好不为你忧伤 担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会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你 想要问你想不想 带我到地老天荒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为何不让我分享 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 怎么你会变这样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为爱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到底你会怎么想 今天聊得很尽兴啊 这样我们改天再聊 好好好 你别说 这真是不错 环境好啊 看样子我们得常来啊 比如说 林总 到时候你得上官哦 今天我们就告辞了 都可以慢慢了解 好 再见 叔叔阿姨 那我们先走了 行 你们俩路上可小心啊 好的好的 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路上慢点走啊 我先走了 再见再见 再见 老林啊 这个姑娘啊我喜欢 林香 你觉得倩倩怎么样 妈 你不说今天是家庭聚会吗 是家庭聚会啊 你陈叔叔他又不是外人 你认识一下 有什么不好的呢 对不对 那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吧 林香 是我让你妈妈给你打电话的 有什么不瞒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我们的儿子 婚姻大事 是父母最操心的事情 至于你们俩以后发展怎么样 我们不管 但是既然给你打电话 你就有义务过来 妈 对不起 妈 算了 算了 妈不怪你 那我先走了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那你开车慢一点啊 开车慢点 到家了打个电话 老林 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 这两个孩子他们肯定认识 认识 年轻人在哪儿碰上也很正常 不对 咱们儿子看陈倩倩的神色还有态度 不太对啊 有吗 我的儿子我能不了解吗 行吧 赶明儿找个机会问问他 是得问问他 倩倩 今天这事儿 爸给你聊聊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倩倩 爸问你啊 你是不是真喜欢林霄那孩子 我感情的事儿 您就别操心了 我是你老爸 我不操心行吗 爸跟你说啊 你要是真喜欢啊 爸找林叔叔好好说说 反正我支持你们在一起 爸 我问您 如果林霄不是林永雄的儿子 您还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不是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您是不是一直想 把我的婚姻 当成您师爷的一个助推器啊 难道女儿我在您的心里 只是一个工具吗 我知道您一直想跟熊大集团 在茗玉上 小燕姐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那我问你 你想过没有 我要是没有你这个宝贝女儿 我师爷会出现问题吗 你替我考虑过吗 你懂什么是婚姻吗 我告诉你 任何的婚姻 都是要靠经济基础去维系的 我费了那么多心 做了那么多事 你是不是以为 我都是为我自己考虑啊 我全是为了你 我全是为了你 我全都尽是为了你 我全是为了你 我全是为了我 我全是为了你 可能是为了我 你我当然导人 我都不愉快了 我看她的小燕都不愉快了 我看她我们的婚姻 才是为了你 这是不愉快的人 是爸爸不好 怪我 可是老爸只是想 用我自己的事业 给你一个充足的 经济保障 正因为我从小溺爱你 你看你到现在 这么大了 你仍然活在你自己的 理想世界里 也许老爸真的是错了 也许老爸真的是错了 以后啊 我不为难你了 不为难你了 好 喂 林兄 我要见你 见我 好 刀三 从小 依旧喜欢跟我抢东西 你想说什么呀 来 看爷爷给你们买什么来了 爷爷 书包 两个书包 来 你们自己选啊 我要这个 我想看到的 给我爷爷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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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你弟弟 他要喜欢的话就把这个给弟弟啊 这里也有 一样的啊 都一样 这不很好吗 来来来 那个时候抢不到的话 一定会又哭又闹 没想到你这个做哥哥的 这么多年了还对这点事耿耿于怀 你现在找我来 不是为了说这件事吧 葳葳给你的事儿他都告诉我了 没想到这次又被你给抢了 哥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你抢任何东西 是 我小时候是喜欢跟你抢 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事 请你不要拿这件事情 跟葳葳做比较 葳葳只有一个 而她喜欢的是我 不是你 请你不要让她为难 放心吧 我不会让她为难的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会让她为难的 我会让她为难的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她不开心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跟她在一起 不能让她开心幸福的话 我希望你滚远一点 赵真男 我一直看在你是我哥哥的份上 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我的事 轮不到你来管 我看你是喝大了吧 你伤了我最爱的女人 我就要管 今天呢 我这个当哥哥的 就要教训一下你这个不称职的弟弟 好啊 你试试 你小子 给我抢 我 education 20 看 那儿 我说我 主人 在 我们 unterschied 心 你 好 不要 你干嘛你 葳葳 你干什么呢 你在我屋里 干嘛呢 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在我屋里搞什么鬼啊 你拿一个棒球罐子 搞什么鬼啊 我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吓死我了 进什么贼啊 是我心里进贼了 我的一颗心送给一个人 我看你的心啊 心都被这些衣服换走了 什么啊 你说的呀那是过程 而我注重的那是结果 对了 今天给我打电话干嘛 可能遇到了点麻烦事 怎么了 快说说 今天我代表公司 去林霄他们公司签合同 我遇上了他们老板 结果他们老板 对林霄 喜欢他 是不是 女强人 是不是 职场女魔头爱上小鲜肉 电视剧的经典桥段 但是据我分析 这种女人哪 一般情伤很低 智商很高 你怎么知道的 经验嘛 再说正常的女人会一见面 就跟你说这种事吗 对付这种女人很简单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我配不上林霄 还说 他第一次见到林霄 就喜欢她了 别害怕 他只是想让你自卑 其实对付这种女人啊 很简单的 这种女人呢 她自己以为自己是座大山 殊不知 男人对于爬这种山 根本就不感兴趣 男人还是喜欢 温柔似水的女人 我们要做到 山不动 我动 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 其实 这些都不是我在乎的 那你在乎什么 我在乎的是林霄 好 我知道了 你是怕林霄被这座大山压倒 让我想想啊 不行 咱得去找林霄谈一下 不是谈一下 咱得去试探 试探 嗯 怎么试探 你教我 想知道啊 你过来亲姐姐一口 姐姐就告诉你 你 就你还 姐姐 怎么了 我就是要做你姐姐 我熟试你 我就是你 有音不玩啊 就是啊 你酒量箭长 喝呀 喝呀 接着喝 看什么呢你 就是看什么 别停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接着喝 别不正经啊 喝 这就对了 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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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瓶拜 再来一瓶 再来一瓶 算算 算 算 来来来 你拿了 你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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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酒都算我的 美女 一个人喝酒很无聊的 美女怎么称呼 住哪儿啊 一个人喝这么多酒 你知道吗 现在外面很乱的 这样 晚上搁宿你回家 好不好 弹月 别看了 就是你弹月 咱们玩骰子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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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吧 接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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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别喝了 比我圆掉 好 挺烈的 不过我喜欢 今天我必须送你回家 滚开你 走吧 我送你 她是我女朋友 台月 怎么回事啊 这儿 让你耍流氓 陈总 我们快走 快 快走 死贼 来 这边 师父 快上车 来 来 来 师父 开车 站住 快点 你再 别打仰仰我 别打仰仰我 别打仰仰你 别跑啊 你再车 拜托 你再带什么 你再带个人 去吧 你 �我 你不要在乎我 你不要在乎我 我你不能在乎我 你不能在乎我 而且我真的不在乎我 我不要在乎我 你把乎我 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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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 嘴角有伤 你不会 不会跟别人打架了吧 跟赵震南打了一下 赵震南 那不是你表哥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就别问了 林修 不会是因为薇薇吧 小总 我这个剧本啊 主打爱情 讲的就是初恋的羞涩和美好 你看我这个人文化比较低 你说太多吧 我又听不懂 萧总 我给您打印好了 这是我给您打印的剧本 您看 剧本 还有点事 这剧本看多了也看不懂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 给我概括整个故事 能 本片讲述的是一个 更腼腆内向的男生 在初中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女生 但是他过于腼腆 不敢向他表白 于是到了高中大学 以至于上班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女生 也一直暗恋着 他这样的一个 凄美清新唯美的爱情故事 好 好 好 你说的这个故事 是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 我喜欢 这爱情 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吗 对了 你对演员有考虑没有 还没有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 肖总您推荐的 一定是最好的 把我的那个迷你iPad 给我拿过来 快 这是他从前的照片 你看 这两张行不行 太行了 太行了 肖老板 他有表演经验吗 有是有 他以前是在歌舞厅唱歌的 唱歌很有爆发力 对了 咱们这个故事 不是从大学开始讲的吗 让他演个初中生 这事能行吗 行 老板您说 从什么时候演 就从什么时候演 咱们就从大学时候演 对了 现在这故事中 都喜欢多教练 你的故事里没有反派 没反派怎么能行呢 应该给男主角 加上一个反派 对了 也要给女主角 加上一个 这这 小总 您 您这么敢就 就成彼此暗恋了 暗恋就是暗线 藏在两个人心里 就行吗 小总您太幽默了 这电影应该您来到 您不当导演太取材了 这儿我没带卡 当您买 看我干什么 接这儿 妈 怎么了 世凯 干吗呢 我看警呢 看警 儿子 你都一年半没回家了 妈想你了 我知道我也想您 我跟你说 我每天忙的都不行了 我刚上完一个组 马上要去下一个组 根本没时间休息 是这样啊 那好吧 那好吧 你先忙啊 别忘了吃点好吃的啊 放心吧 老妈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还有点事情 我先挂了 你 什么事 你能做得不错 怎么搞的 好像不错 你这么搞的 你这个天洪 天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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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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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哥 我查到了 什么来头啊 根据我这两天的观察和跟踪 他是4S店卖车的 就是一个打工仔 卖车的 好 行 我知道 剑哥 您啥意思啊 啥意思 啥意思你也不懂 去忙点多 卖车的 卖车的 兄弟 走 今天找你来是要介绍你认识个人 这位是咱们这个圈里的 资深改装车玩家 是亚洲最大的改装车行老板 圈里面的绰号 国王 叫我老王就可以了 王哥 你好 林香 我听说你不仅车技一流 对改装车也十分了解 所以我想把你推荐给老王 你跟着他干 肯定比你在4S店挣得多 看这辆车 应该是这两天刚改的吧 内行 果然是内行 我能试试吗 随便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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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不错吧 不错 果然不错啊 我正需要这样一个助手 兄弟 你好眼力啊 这辆车不错 可是很遗憾 遗憾什么 这辆车的改装 多处都涉嫌违法 年神肯定过不了 而且你有追求速度和刺激 却忽略了它的安全性 如果你开这辆车 上赛道比赛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我求你还是重改一下吧 高手 绝对是高手 不过啊 我们的车都是用于娱乐 不用担心审查的 兄弟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跟着我一起干 对不起 我只对专业级的赛车 改装感兴趣 这种违法的事情 我不感兴趣 我先走了 有个侠 我喜欢 你给我们拍的广告 被评选为年度十大汽车类 最佳商业广告 而且我们的广告 视频网站点击率 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谢谢 陈总 要是没有您的认可 我还真没这个机会 你太谦虚了 认可是相互的 是这样的 我想跟你签一年的合约 不知你感不感兴趣啊 一年 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 那太好了 我去拿合同 你等我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几个广告合同 都帮我看一下 把这两格 作为今年的主推款如何 我看一下 绕导 陈总 你看什么呢 我没看什么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 我下一个剧本的创意 太好了 快请坐 咱俩好好聊聊 真是太好了 我就喜欢像你这样 有创意的导演 我刚刚想了一下 下次我们的广告呢 要换一种感觉 齐隽 咱们又赚了一笔 好消息 好消息啊 来来来 你们俩也过来 来 你们知道咱们赚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这能有多少钱啊 估计几千 最多能有个 几万块钱吧 那你也太小看我们股神了 孟头 告诉他们 咱们赚了多少钱 具体的细节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我一共为各位赚了五十二万 五十二万 五十二万 去掉我跟齐骏的收入 连本带利一共是二百四十七万 都在这张卡里面 不是你也太神了吧 怎么做到的呀 没偷没骗没抢吧 那你不会犯法了吧 犯法的是我孟头是不会做的 我只是买了几只股票 炒了一下期货而已 仅此而已 就这么简单 牛背 没想到 还有比咱们更高的人哪 奇才呀 真是奇才 哥们们 今儿晚上咱们去哪儿潇洒呀 孟头 你听我说 这样我把我的那份 还交给你打理 我的我的 我把我的也给你 还有我的 就靠你了 都想通了 不是兄弟们 你们怎么了 玩什么玩 你们不知道 这是帮你们理财呢吗 不懂啊 人这是帮你理财呢 是啊 如果你老爸 都不给你钱了 到时候你连存款都没有了 你别怪我们无情啊 孟头 这样啊 我们几个 继续给你投资 对 我决定了 孟头 我们可就靠你了啊 我尽力 加油啊 来 咱们喝酒啊 喝酒喝酒 喝酒 干杯咯 来来来 来来来 干杯 干杯干杯 叫个门口就错不了 是啊 是是是 转大钱了 这股票的事啊 全全交给我处理 绝对立竿见影 陈董啊 你可悠着点 最近我这血压很高啊 那你平时得备点药啊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我身体好着呢 对了 陈董 这件事情呢 我想让你做个绝密 我不想让赵建国知道 没问题 这件事啊 我亲自独办 肯定密不透风 那行 那我可就拜托了 放心好了 这样 下午记得看看大盘 那我先走了 你放心 我必须管主 我送你 别送了 别送了 我送送你 老朋友了 你又不能把我送回家 别送了 好好好 那就拜托了啊 来 爸 你看到了吗 看谁要我打球呢 熊大骨骗掌了 好 凌勇雄这个老狐狸 变卖了所有资产 买股票 跟我拼了 可是我看没那么简单 没事 不怕他耍什么花招 如果他要耍什么花招的话 会有人 会有人把消息卖给我 你现在一定要给我盯着 有任何消息立刻统筹 好 去吧 亲爱的 想家了吧 当家的带你去吃江浙菜 你研究研究 我先定做吧 摸摸大 下班了 去哪儿啊 楼下新开的大排档 挺好的 听说老张地里 出了专用的游行盘 咱们去看看 我约了卫卫吃饭呢 你自己去吧 重死个亲友 咱们上班一起 下班也一起 我约个会 你还来当灯泡啊 那你去吧 都快点啊 喂喂 晚上一起啊 一起啊 一起啊 看你这情况 晚上有约会啊 是啊 羡慕死了 还是有男朋友好啊 像我们这种单身的 下了班只能回家吃泡面了 就是 可不嘛 我才不信呢 追你的人那么多 一天一顿 一个星期你都吃不完 再打点粉就好了 那鼻子呢 打点粉 加点哔哩哔哔的 来 上边再来点 对对对 好了 赵董 赵董 晚上和太新银行的老总吃饭 你跟我去 这笔投资不容失败 一会儿去酒庄拿一瓶红酒 安排好接待工作 安排好接待工作 嗯 你跟我去 嗯 喂喂 那你好好加班吧啊 嗯 节夜顺便 先走了啊 拜拜 走了 那咱们去吧 啊 咱们去逛街 嗯 又是这样 我要加班 等我吧 走了 咱们回家吧 亲爱的 嗯 啊 希望这个审聘能够顺理 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 您尽管开口 赵总真是太客气了 我们公司呢 真的很期待这个项目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再见 嗯 我送你回去吧 啊 不用不用 我约了朋友 没关系 呃 我已经叫好车了 滴滴 那好 先走了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到车了 先生不好意思啊 我们店就要打烊了 哦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慢走 等一下 等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迟到的 老板临时让我见客户 我手机又没电了 你没生气吧 没有 工作重要嘛 不过 这里打烊了 我知道一家好吃的 我带你去啊 好 走啊 好吃吗 那我尝尝 没关系 先吃完这一口 你再加一个吃 挺好吃的 是不是还不错 挺会长的呀 当然 我肯定 与逆雪成天蕾这家 这家很有名 你看都这个点了 还这么多人 平时饭点根本就排不上顿 等一下 等一下 吃这个呢 一定要跟我一样 多放辣椒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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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吃啊 你吃吧 好吃吗 地道 好吃 是吧 你也来 你也来一趟 好 好 好 你的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音响 我问你个事啊 你们老板对你还好吧 这么浪漫的时候 你跟我提工作的事 一天都在想什么呢 哎呀没什么 他漂亮还是我漂亮 他漂亮还是我漂亮 他漂亮 你跟我提工作的事 你说小梅姐吗 什么呀 当然不是 我是说臣倩倩 我们俩谁漂亮 谁漂亮啊 当然是你漂亮了 你最美 美番了 这还差不多 但是他对你那么好 你们俩 会不会日久生情啊 那你们赵总对你更好 还是高富帅呢 你会不会移情别恋啊 当然不会啊 没我好吧 臭眉 那你就是 对他有好感喽 好啦跟你开玩笑的 要不要这么小气啊 大不了我换一份工作 我当然不是让你换工作啊 我就是觉得 你们陈总又漂亮 工作能力又强 又对你特别照顾 难免会让人多想嘛 只要你没那个意思 我当然也不会无理取闹了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家薇薇怎么会无理取闹呢 不要太大方 到你家楼下了 嗯 那我上楼了 好 那我明天来接你上班 嗯 抱一下 抱一下 嗯 我走了 喂 你还没亲我呢 喂 牛马 嘿嘿 嘿嘿 我的泪光中残留 这迷惘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 我的双手紧握着 这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历史的世界 独自掌握 独自掌握 梦想要往头过无欲遮盖的天空 照亮前方脚下的路 就不害怕风浪 可是风雨里远航 热情 极重 任何离方 我的泪光中残留着迷惘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就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迷失的世界 独自守望 我的泪光中残留着迷惘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就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迷失的世界 独自守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